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是 把这个天然基金的一个股票数据啊 好吧去采集这个股票信息 然后我们会使用到的这个环境啊 还是老样的对吧 呃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 模块啊是一个模块 模块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request 呃大家呢记得去提前的安装一下 啊如果没有安装同学呢可以去装一装 好吧 OK啊 然后如果你不会安装的同学啊 不会安装的同学呢 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乐老师啊 去领取一个基础安装教程啊 你可以去找他要一些教程 然后去对应那个去安装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们来讲经营的案例啊 呃在这次讲这个之前呢 我还是问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基础情况啊 如果呢你是这个零基础的同学啊 可以在空屏上敲一个零 我看一看好吧 就是如果你是有基础的同学呢 可以敲个一好吧 上完核心课了做等高级开发啊 这么快的吗 这么快的吗 零挺多的啊 是吧 这零挺多的 好吧 呃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基础内容吧 好吧 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基础内容 呃首先 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爬松案例啊 对吧 那前面这些敲铃的同学对爬松有一定了解吗 对吧 前面这些敲铃的同学啊 不要刷屏啊 这个懒同学啊 不要刷屏啊 我们可以继续听到 OK 啊 所以说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面容的话 只要是让我们做两个屏幕走 但是第一个的话 你要是用到我们的面容 好吧 就大家对爬松了解吗 就你们自己呢 有没有去做过一些简单的爬松案例啊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 对吧 啊 漂亮 去的同学有啊 这个同学我知道啊 呃 前面好像没有啊 那我们还是首先 先来讲一下吧 嗯 首先对于爬松这一项技术呢 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从这个互联网当中 对吧 去获取数据的一项技术 对吧 它主要是帮助我们从这个互联网当中去获取技术 获取数据的一项技术 明白吧 而且呢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批量的去获取啊 批量去获取数据的一项技术 呃 或者我们可以换而言之啊 爬松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主要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根据它的原理啊 可以推测出它的非常多的作用啊 因为实际上它除了能够去 批量采取数据以外啊 像你能够 你能够啊 你能够想到的 大部分的操作 都可以 用爬松 去模拟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原理啊 爬松原理呢 就是去模拟 咱们的一个 模拟成咱们的一个浏览器 啊 或者说叫客户端 对吧 然后呢 去向这个服务器啊 去发送网络请求 好吧 其实 解释起来的话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于是一个呃 模拟的一个操作 对吧 啊 就是说它可以 爬松它主要做的就是 它可以把自己呢 模拟成是一个 电脑啊 或者说是手机 对吧 然后呢 去访问这个网站 啊 这个就是爬松的一个基本原理啊 好吧 那实际上说我们来聊到了这个发送网络请求呢 其实就可以解释为是访问网站 对吧 或者说是实现某一个具体的操作啊 实现某一个具体的操作 这是发送网络请求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呃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在网页当中啊你在网页当中啊所操作的任意一下 比如说啊点赞 对吧 或者说评论啊 或者说是加购 对不对啊 下单 等等等等啊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爬松去模拟操作的 这也就 呃 反映出来了 对吧 那比如说老师爬松它能够去抢票 对吧 爬松它能够去抢火车票啊之类的 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的啊 嗯 好吧 这基本都是根据它的原理去做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我们主要的话呢 来提到说 如果我们想要去实现啊 一个这么一个爬松 对吧 啊 那么分为哪哪些步骤啊 或者说应该怎么去做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讲到关于咱们思路的一个分析啊 对吧 就是说首先你得要去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这个思路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关于第一步啊 其实思路分析 其实思路分析我们主要去做的一个事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 这个network去抓包分析 其实就是找到 其实就是去找啊 去找数据的一个来源 就在思路分析这一块你要确定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呃 你需要什么数据 第二件事呢 就是数据在哪里 对吧 来 首先我们先把网站打开啊 这个呢 是我们要去爬的一个网站 啊 就是天天基金的这个网站啊 好吧 在这啊 呃 打开之后就这个样子的啊 可以跟我一样把这个窗口打开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去将这里面的一个基金数据 全部都采下来 好吧 啊 按理内容的话呢 非常简单啊 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基础同学 对吧 可以认真的听一下啊 认真的听一下 好 呃 首先我们先来去讲到这个 呃 需要什么数据 其实我们一看就能够发现 对吧 我们重点来看第二个 这就是这些数据呢 它在哪里 呃 在哪里的话呢 我们说通过Network去抓包分析啊 然后我问一下啊 有没有 就是不会用Network的同学 有没有 或者说有没有没听过Network的同学 有的话敲个一啊 如果你听过的话呢 可以敲个二 好吧 如果没听过的同学啊 没不知道怎么用的同学可以敲一啊 知道用的同学可以敲二 好吧 如果都知道用的话 我就不会去讲这个怎么用了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说 首先这个Network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Network是个什么东西 呃 我们可以先打开这个网站 好吧 我们先就是先不谈到什么东西嘛 你先首先得打开它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F12打开啊 嗯 就直接在这个窗口啊 在这个浏览器当中使用F12打开 就是你来到这个窗口 这个是自带的啊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额外的安装的 好吧 每个浏览器都有 但是呢 我更加建议啊 你去使用这个谷歌浏览器 好吧 尽量的大家能用谷歌就用谷歌啊 然后我们通过F12去打开这个Network 那这个Network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抓包工具 什么叫抓包工具呢 就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原理啊 可以给它形容成是两个电脑 对不对 可以给它形容成是两台电脑 一台是客户端 一台是服务器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访问网站呢 对吧 我们要去访问这个网站 就像那我在向这个服务器去发请求 发完请求以后呢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以后 就会把数据给到我们 那么这其中的两个过程 一个叫发送请求 对吧 一个呢叫获取 叫响应 对不对 给你一个响应数据 对吧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两个流程 然后我们在能懂这个以后的话呢 说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Network 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 对吧 Network它就是用来去记录这个事了 记录这个请求以响应的 懂吧 记录这个流程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Network 去抓到所谓的一个数据包 去抓到我们 去找到 找到我们数据所在的一个位置 对 对吧 它是用来记录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当前我们通过打开它以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刷新一下网页 OK刷新一下网页 然后呢 当我们刷新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Network当中呢 是出现了一些 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内容 对不对 那出现了很多的内容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呢 就是从这些内容里面 去筛选出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对吧 去筛选出 怎么去筛选呢 那很简单 对吧 你可以点一下搜索工具 网里面的话呢 去搜一下对应的一个基金代码 或者说什么的 对吧 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基金代码 或者说搜一下这个基金的一个名字 对吧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搜完这个基金代码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三个结果啊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 是一个JS文件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 大致就只有这个基金代码 还有这个基金简称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什么玩意儿啊 缩写对吧 缩写 就只有这些 那没有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跳过 继续呢 我们往下去找 往下去找 其实你到这里找的话呢 能够找到一点东西啊 但是不多 对吧 在这里面去看不多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个啊 直接看最后一个 看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 你看这是 直接来这里看吧 那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条的数据 能看到吧 对吧 第一条数据 然后第二条数据的所有信息 是不是都有 对不对 往后的话呢 这个是第二条数据 对吧 那整个的数据内容 其实全部都在这个里面都有 对吧 全部都在这里面都有 那么也就代表着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 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给它获取到 对不对 我们待会儿就 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直接就确定了这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对吧 是它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数据的来源是这个 那我们呢 就可以接下来啊 把这个数据来源找到 对吧 找到以后 我们来去实现代码 好的啊 然后实现代码呢 还是那么几个步骤啊 好的 就这么四个流程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 就是提取一下 提取一下 怎么提取 怎么去做呢 今天有点嘴瓢啊 奇怪啊 可能是因为没人跟我说话的原因 我们来去实现一下吧 你看你看你说的这句话多尬呀 尬得我要命了 还直接一页报复 你怎么想的嘛 对吧 你这不是在白日做梦吗 对吧 就爬一个 爬一个股票数据 你想 你想一页报复 你这不是神圣的做梦吗 对吧 真要爬股票数据 能一页报复 我还在这给你讲课 对吧 我这不直接跑路了 这种不屑实际的东西 不要在脑子里抱有幻想 对吧 你不会以为说 老师把今天这一课听了 你就能一页报复吧 对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这么想吧 除了这个盲狗同学 还有其他同学 你不会这么想吗 那不听了 那那那那那我改 改一个话好吧 我改一个 改一下 大家听完这一课 就能一页报复 好吧 可以吧 别走 大家听完就可以一页报复 一定的 一定的 对吧 报复不了 找盲狗 好吧 就是你没有办法报复的话 就是你如果说 老师我听完了 对吧 没有报复 你就去线下 EV1 单挑这个盲狗同学 好吧 我可以把它的 扣扣号告诉你 到时候你线下EV1 单挑它 可以吧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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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把第一个步骤 做完了 但是呢 能不能拿到数据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吧 来看一看 首先先看它的状态 是什么 200 200吗 WTF 没有数据 这才对嘛 对吧 因为实际上说 有同学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请求成功 还不给我数据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请求成功 还不给我数据 我还没拿到数据 为什么 这到底是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实际上这个 Response200这个东西呢 对吧 这个就是 服务器可以随便给你返回 对吧 就它想给你返回什么 你就能收 你就会收到什么 能懂我意思吗 服务器想让你收到什么 它你就能收到什么 所以200 它只是一个迷惑的东西 对吧 代表你请求成功 但是我不给你数据 对吧 那我们怎么样 才能拿到数据呢 其实这里的话呢 就要聊到 对吧 关于我们的模拟的 这个操作了 对不对 模拟啊 什么是模拟呢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程序 更加像一个正常的用户 让这个程序 更加像一个正常的用户 那怎么样才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就从这个链接的下方 去复制一些参数过来 还是同样的 就是说如果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对吧 记得及时提问 不过我好困啊 困就先睡一觉 实在不行 你可以把我当这个催眠一样 好吧 我就是在催眠你们 今天这些课不干别的 主打催眠 进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睡着 睡不着就都怪我 睡不着就都怪我 这个讲的不好 对吧 可以啊 好吧 现在还是200对吧 但是呢 我们再去拿数据 应该就能拿到了 对吧 看到没 应该就能拿到了 如果大家 确实说 撑不住了 对吧 老师我要睡觉了 你就把我挂着 你就跟他睡吧 好吧 我们现在在听课的同学 应该睡觉的应该有很多吧 对吧 应该挂着我的直播 在睡觉的应该有很多 那课堂说话的 就只有那么两个 对吧 三个 就只有你们三个 其他的都在睡觉 所以你睡不睡 也无所谓 对吧 你也可以去睡 一起睡吧 一起睡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数据 对吧 它就是一个文本内容 文本内容的话 我们用一个 Test的接收一下吧 对吧 用这个Test的接收一下 其实重点是说 我们如何去取值 对吧 重点是说 我们如何去取值 就这个东西 它是有一点奇怪的 对吧 它是直接返回了一个 JavaScript的一个对象 对吧 它直接给你返回了一个 JavaScript的对象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操作 对不对 直接给你返回了一个 JS对象 所以 你如果要去取值的话 其实方式方法有很多 方式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通过那种 调用JS的那种模块 比如说那个 EXECGS吧 对吧 EXECGS 用这个 对吧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把这个 把它给执行一遍 明白 你可以把它执行一遍 执行以后的话呢 把这个里面的Data 就是通过RunkData 然后点一个Data4 给它取出来 对吧 然后再给它保存到 咱们的一个本地里面 对不对 保存到咱们的一个 这个这个文件里面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当然呢 如果你不会JavaScript的话 也没有关系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Data里面的 Data4后面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咱们Python当中的一个列表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Python当中的一个列表 我给你们噎住了 就是有没有 不知道什么是列表的同学 对吧 列表知道 知道是吧 知道那我就不解释了 那既然如此 知道的话 那就简单了呀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列表 给它取出来 就完事了 对吧 我直接把这个列表给它取出来 怎么取呢 我就可以使用一些正责的方法呀 或者说其他的方法 直接给它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就导入一个正责呗 用正责 对吧 直接把这个中卧号 你只需要取这个Data就可以了 对吧 其实你只需要取这个Data就可以了 至于说其他的东西 你觉得需要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我只需要这个Data就够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来写规则 通过21点一个翻到 然后将这个Data丝 对吧 给它写上 然后呢 后面就来一个括号 点心问 对吧 点心问以后呢 这个Data它是到哪里结尾的呢 到逗号结尾的 哎 不对呀 不能用逗号结尾 用逗号结尾就有点怪怪的 对吧 我们这样吧 我们把中国号写到里面 对吧 中国号写到里面 然后最后呢 写个逗号 这样应该可以了 是吧 然后 后面呢 写一个test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 对吧 已经拿到了 然后中国号写给它取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拿到的是 就是刚好你 把这一整个的列表 全部拿到了 对吧 就刚好把这个整个的列表 全部都取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就是说我如何去把这个结果 给它快速的转成列表 对不对 我如何把它转成列表 我这里是用的一个 投机取角的方法 用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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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一下 对吧 你可以再次打印一下这个Data list的一个type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是列表 对不对 如果在前面你去打印这个Data呢 对吧 这个这个能懂吧 团队们 能明白吗 能明白吗 对吧 对吧 好啊 其实Ever的话就是说把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给它执行一下 他也有一些 他也有一些 就是把这个 就是说相当于Ever它就是一个执行的一个意思 你看吧 就是一个执行的意思 对吧 你往里面传什么东西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 当做一行代码去执行 懂吗 他会把这里面你传进去的东西当做一个代码去执行 好吧 就Ever 里面的东西 就不管你写什么 你写一个print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写一个print Hello World 对吧 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 那你可以试一试 你看他会不会打印一个print Hello World 对不对 就是说Ever的话呢 你可以往里面传一个字幕串 然后呢 他会去执行这个字幕串 那如果说我直接来一个A呢 对吧 是不是会报错 对不对 是不是会报错 对吧 就是说他就是执行代码 明白吧 他就是去执行代码 如果你传一个 传一个E 对吧 他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或者说你传一个说A等于一个E 对吧 然后呢 在下面去调用一下这个A 来试一试 这里报错 这个好像不能这么做是吧 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 我们就这样吧 这样做好像也不行了 这样做是那个缩进的问题 对吧 哎 缩进的问题 这个就有意思了 那逗号呢 哎 不行 不行就算了 不行就只能换行 这样写了 哎 A等于E 语法错误吗 这样做不行是吧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不行就不行吧 不管我没事 不行就不行吧 反正他的大概意思呢 就是去执行代码 对吧 好像不能定义变量 我记得在gms里面是可以的 gms里面也有个EVO 那比如说console.log 对吧 A 然后在前面来一个A等于一个E 那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说在Pathor里面就不支持了 对吧 所以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好吧 那现在我们已经 其实已经知道了 这个EVO它的一个作用了 知道了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他就给我们转成了一个字典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 转成了一个列表 对 转成了一个列表 那我们就可以去干嘛呢 我们就可以去保存了 对吧 首先我们来一个Fall 一个DataList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信息 全部都拿到了 对吧 就把它全部都拿到了 拿到以后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 哪里有这个基金简称 在这儿是吧 就这样吧 先 好吧 那个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这里我们拿到的就是每一个这个 数据对吧 每一行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稍微的 就是说再稍微的处理一下 稍微的再处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数据给保存下来了 好吧 我们先导入一下磨坏 来一个基金 点一个csv model等于一个 a等于一个a incoding有条钢八 然后 lunelab等于空 这里长个f csv 然后下面就可以写数据了 但是呢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你直接把这个给丢进去 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它它里面好像是要传列表的 传一个可迪带的东西 就是说它里面是要传列表的 列表的话 那有同学就会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吧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呢 确实说我们已经把内容 爬下来了 也可以去看到对应的结果 那你看 也可以去看到对应的结果 但是呢你会发现所有的结果它都在第一 第一列 对吧 你看第二列就是空的 就是它所有的结果都在第一列 是不是 还没有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其实本质上我们的这个 我把这个文件删掉 对吧 这里面我们要给它拆分开 要拆分开 怎么样才能拆分开呢 对吧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里面的东西给它拆分开 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 你们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有学过基础的同学 对吧 应该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 今天我们这些课的 关于基础这方面的一个作用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整节课的话 几乎全部都是在用这个基础里面的东西 我们再来右键运行 然后你再来看 对吧 你看这样的话就OK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一整节课几乎全部都在用基础知识 对吧 全部都在用基础知识 这也是我为什么问前面大家有没有基础的一个原因 但是好像我也没怎么去讲关于基础的内容 对吧 好像也没有怎么去讲关于基础的内容 才刚学是吧 嗯 OK啊 这是我们保存下来的一个情况 其实它没有很多的知识点 没有很多的知识点 就是一些基础知识 对吧 然后再加一些爬松怎么去发 怎么去访问网站 访问网站之后呢 去拿数据 对吧 然后怎么去保存 最后全部都是基础知识 但是呢 有很多东西就会觉得说 老师我学不好 对吧 然后我们来 再来再来看一看啊 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将这个 数据给写进去了 对吧 这数据写进去归数据写进去 我们还没有去保存那个 表头 对不对 你看 就这么一整个的一个表头 我们都得给它保存下来 对吧 它有没有那个手续费啊 0.12对吧 这是最后的一个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数据就有点淡疼啊 不对 看起来就有点头疼啊 你看 我们照着这个写吧 首先是这个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 这是第一个 对吧 然后是基金全称吧 简称吗 然后这个是什么 它也没有写 缩写 然后才是日期 对吧 就你得照着这个去写 然后呢 然后是 这个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啥呀 这个应该是啥呀 好吧 就是你照着这个写就可以了 好吧 知道怎么写吗 知道怎么写 我就不浪费这个时间去写了 好吧 就是 好像也得写 好像还得写 写的话 其实就在这里写就可以了 在这里写 看到没 在这里写 就是跟你写数据是 跟你去写数据是一样的形式 一样的形式 只不过写的东西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他只写一次 好吧 是不是刚刚这个数据变化了呀 刚刚这个数据好像变化了 67点击没有问题 负0.52日增涨率 那 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你都按照这个格式去复制就可以了 对吧 对比上面的 然后是进一周 进一个月 对吧 进一周 然后呢 进一个月 进三月 进六个月 然后是进一年 到这里了 进两年 不清楚我就跟你们写一遍啊 今年来 然后是成立以来 对吧 还有没有 这里又是日期了 对吧 这里是日期的话 字 时候 从什么时候开始吧 从什么时候 然后往后的话就是这个 一 这是什么鬼 这是什么鬼 这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给他丢个空吧 往后就是自定义 然后后面还有一串啊 后面还有一串啊 后面还有一串 还有一个就是手续费啊 这个1.5和0.5 这里有 1.2.3 3 三个不知道是什么啊 那就给他丢三个空的都算 然后是手续费对吧 然后最后给他来一个空的 OK 写完了 终于写完了 这东西写的太恶心了 我们再来右舰运行 那 还没有 就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的东西全部都给他扒下来了 对吧 只不过还有几个字段 我们确实是没有去研究它是什么意思 对吧 比如说这个1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吧 不要的话呢 就可以去掉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 都看不懂 都可以去掉 就是说其他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吧 好吧 还有问题吗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去没买过也看不懂 CSV模块是啥 CSV模块其实就是一个保存数据的一个模块啊 对吧 或者说用这个模块去写数据就更加的方便 用这个模块去写数据去保存数据 把数据给它保存为这个表格就更加的方便一些 其实CSV呢它也是一种表格文件啊 也是一种表格文件 对是不是就可以拿这些数据做分析了对没错你这样你这样保存好以后呢如果你想要去分析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不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好吧 好吧 但是还是得要去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你还是得要去 如果你要做数据分析的话对吧还得去进行一些对数据进行处理啊 因为毕竟有一些空字段 还有一些这个 嗯 奇奇怪怪的一些字段啊 好吧 然后到这的话呢如果如果全部能听懂的东西啊可以敲个一好吧 如果全部能听懂的东西可以敲个一啊 呃有哪里不懂的东西呢现在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啊 哪一行代码看不懂就直接问 OK 现在哪里有哪一行代码看不懂啊可以直接问我 好吧 这个左边都是有代码行数的给大家一点时间啊 左边这里 发个网址 不是吧到现在还发网址啊 0.8是吧还可以啊 基础没学好后面有点跟不上了 跟不上就去补基础 多简单的事 跟不上就补基础去 这些都是基础语法 看你怎么学吧 学一直用 你学了之后你就懂了 只是说思路是你值得去借鉴的 思路值得去用一用 稍微玩一玩是没问题的 有同学提了48行和67行 这行吗 这个是吧 不行 这个你得自己写 哇我写了这么久直接发给你 太可恶了 可恶啊 太过分了 做不起半天啊 你说老师复制发我吧 好够费啊 嗯 然后这个 48行啊 这个就是一个 啊 对 嗯 正泽我没有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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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话是一个 他是一个 正泽表达式模块的导入 对吧 其实重点你是看不懂 这一行对吧 我应该知道啊 重点你应该是看不懂这一行 对不对 你重点应该是看不懂这一行 那个可能还不是重点 对吧 重点是这一行 我们来讲一下吧 嗯 OK啊 嗯 首先我们说这个 二一呢 是叫正泽表达式 对吧 二一是叫正泽啊 正泽表达式 那正泽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正泽呢 是一种 是搜索功能的一种 我再发一遍啊 正泽他是正 正泽它是搜索功能的一种 买论圈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意思啊 说 嗯 搜索功能的一种 那搜索功能 岂不就是Ctrl加F 然后呢 去搜对应的结果 对吧 去搜对应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去搜这个基金代码 我就可以这样搜 可以搜到它的位置 对吧 那么正泽呢 其实也是搜索功能 只不过呢 他这个正泽这个搜索功能 它就更加更加强大一些 就具体强大在哪里呢 啊 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我想要的数据呢 是从这个Data开始的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还记得吗 我的数据 我需要的数据 我需要的数据 是从这个DataS冒号开始的 能懂吗 这个能懂吧 这个叫做 一星同学能懂吗 这个能懂吗 对吧 就是我们的数据 是从DataS开始的 懂吧 然后呢 是到谁结尾的呢 哇 这样的话他就能做错了 我们往后看 那你可以看到 是到这一个 中国号和斗号结尾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もしもし OK OK啊 能看懂 好 那么到这 到这个地方为止啊 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们现在还是懂的 对吧 从他开始的到他结束的 那么 我们现在提一个问题 如果你去使用 传统的搜索功能 你就直接这样搜 你能够搜到 他中间的数据吗 你能够 你能不能搜到 这整个整行的一个内容 能不能搜到 对吧 你在这里Country F去搜 能不能搜到 很明显是搜不到的 对不对 你看 对吧 很明显它是搜不到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 震责的作用就出现了 明白吧 这个时候 震责的作用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呢 说 我们如果是想要去搜索 我们未知的数据 只要你知道 开头或者它的结尾 其中之一或者两个都知道 对吧 我们就可以非常精确的去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匹配出来 懂吧 我们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把我们想要的数据匹配出来 然后这些中间的这些内容用什么去替代呢 对吧 我就可以直接写一个点心问 OK 什么是点心问呢 点心问它就是去替代任意字符 多次 对吧 去替代任意字符 就是说这个点心问呢 在正则里面呢 它可以代表任意字符 就是相当于这里面有N个内容一样 能看到吗 相当于这里面有N个内容 直到这个中括号结束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看 对吧 去搜 老师还是搜不到 没有开正则 你看 我把这个正则功能一点开 它是不是就搜到了结果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就搜到了结果 是不是刚好搜到的 我们刚刚的那个内容 那这个能看懂的同学 球可以 好吧 这个能听懂吗 能听懂吗 OK 一心同学 一心同学 OK啊 这个是通过Counter加F Counter加F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正则功能 那如果说这个能听懂的话 我们再回到代码当中 再回到代码当中 好吧 我们说在这个代码当中的话 如果我们需要去匹配数据 对吧 是不是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刚的这种写法是一样的 它是不是也可以匹配到 对不对 你看啊 看一看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匹配到那个内容的 对吧 你看 是可以匹配到这一整个结果的 但是呢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数据 对吧 我们需要的数据 是不是从这个中国号开始 从这个冒号开始 冒号的后面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这个 反向的一个中国号 结束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用原括号 把我需要的内容 扩起来 它就只会把我需要的内容匹配到 能看到吗 所以最终我们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最终我们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没 懂了吧 懂了吧 对吧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全能够懂了 对吧 完全能够懂了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要做的一个事呢 就是 翻页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事呢 就是如何去翻页 对吧 因为总共呢 有这么多数据 对吧 总共呢 有这么多数据 咋办 对吧 要怎么学三能赚钱 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啊 怎么学三能赚钱 横者学 数字学都能赚钱 对吧 啊 横者学数学都能赚钱 啊 靠今天这个罚金金能赚钱吗 赚不了啊 对吧 赚不了 也说不定对吧 万一你就 突然赚了呢 也没有 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但是赚的肯定不多 如果你看 你靠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去赚钱 你赚的肯定不多 顶多啊 顶天 赚个一两百块钱 这是顶天啊 我说的 对吧 而且还是赚一些信息杀的钱 顶天啊 赚这个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明白吧 好吧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要靠pathon去赚钱 就只有两种途径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只有两种途径 对吧 你要依靠pathon去赚钱 第一 工作 第二 兼职 除此以外 别误他法 好吧 除此以外别误他法 当然这不是废话嘛 对吧 那肯定呢 对吧 除了工作那肯定就兼职能赚钱了呀 你还能干嘛赚钱啊 学pathon卖艺啊 对吧 你还学pathon去卖艺啊 那不可能吧 对吧 那学个钢琴还能卖艺赚点钱 对吧 那你学pathon你还卖艺啊 卖个谁子对吧 所以 只有这两种方式 对吧 这两种方式 首先工作的话呢 有没有同学想要去学pathon去赚钱的 对吧 那工作同学可以敲一好吧 精致同学可以敲二 OK 对吧 人多的话我们就讲一下 好吧 人多的话我们就主要 就展开讲一讲 关于这个兼职工作的一些东西 人不多的话呢 我就直接讲我们的系统课算了 好的啊 好OK 呃兼职同学较多一点啊 我们先来讲兼职吧 好吧 工作我们待会讲吧 先来讲兼职啊 就是很多同学会有一个疑惑啊 说呃老师对吧 pathon去做兼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对 pathon啊 pathon去做兼职啊 究竟 是 是 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有人说老师啊 我一看这个什么广告上面一写 啊 学个pathon 学个一两个月 对吧 啊 学个 一个星期啊 学个几天啊 什么一周对吧 然后月入过万啊 这种的 嗯 呵呵 或者说学个两个月月 月入过万这种的啊 啊 OK 很明确的跟大家说啊 啊 这个非常不可靠啊 那比如说那个朋友圈的啊 朋友圈的那些广告 对吧 那那种 或者说这个b站的广告啊 那什么 一周 让你月入过万 啊 啊 这个是绝对不靠谱的啊 绝对不可能的 好吧 绝对不靠谱的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兼职渠道 你看吧 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渠道 你有资源 懂吗 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不然哪怕你靠别人的资源 你靠一些外包平台 你也绝对达到不达到不了他们所提到的那种程度 啊 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在听课的各位同学都是能够理解的 哪怕你是想要做兼职 OK 没问题 对吧 做兼职可以明白 可以去往做兼职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呢 我们说对吧 这个兼职呢不太好啊 不太合适 对不对 人脉很重要 没错啊 就是资源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对吧 就是哪怕说在我们这边 我们因为我们经济教育嘛 对吧 也会积累非常多的一些引流 对不对 也会积累积累非常多的一些资源 对不对 会积累啊 非常多的这个资源 对吧 那也为不了所有的VIP同学懂吗 也为不了所有的VIP同学 也为不了我们整个公司 对吧 好吧 这是关于外包这一块啊 我们会提 我们会有一些资源的一些积累 就时不时的你会发现 对吧 在我们这个外包群里面 时不时的会发一些外包 对不对 时不时的会发一些外包啊 对吧 对吧 这是我们那个外包群里的一个情况 对吧 会提供对应的这个外包集团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养活不了所有的学员啊 这是一定的 对吧 就哪怕你是说在哪个地方去学啊 我们我们不 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外包 对吧 我们这么多外包 我们都不敢说养活所有的VIP同学 对不对 那你去听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广告啊 说让你说 对吧 什么月入过万 对不对 然后那种只要你交钱 保证你月入过万啊 什么哀哩巴哒一大堆的这种废话 对吧 这种东西就完全不用信了 好吧 这是第一点啊 呃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去找这些外包呢 对不对 我到底如何去呃 就是说 首先啊第一点 做兼职的话有一个前提 第一个呢 是你自己本身有实力 能懂吗 这是第一点 或者说是有技术 对吧 你没有技术 哪怕这个外包摆在你面前 你也接不了 你也做不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才是什么呢 你得有渠道 好吧 对吧 你得有自己的渠道 啊 前期的话呢 你可以没有 对不对 但后期你不能没有 没有 如果你专门是为了做兼职的话 这是 这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一点呢 我们从第一个点开始说 对吧 如果你是想要去学这个 这个pass去做兼职 你得有哪些技术 对吧 你得去掌握哪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你需要掌握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部分 啊 在这个图上面的啊 在这个图上面的这个部分啊 当然不是绝对的 对吧 不是绝对的啊 注意我说的话啊 不是绝对的 只不过呢说 你把这里面的东西掌握了之后 就把这一半内容掌握了之后 你去做一些 比如说爬虫啊 数据分析的兼职 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吧 这是你去做兼职 需要会的一些东西 懂吧 这些是你需要去学的东西 兼职啊 兼职需要学的东西 好吧 你可以照着这个去 照着这个图上面的东西去学 啊 同样的 对吧 如果你需要这个 学习路线图的同学 对吧 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 对吧 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去领取 OK 好吧 你可以去找我们的 近期老师去领取 然后去看一看 对吧 如果我要去兼职的话呢 有哪些东西 是我需要 必须要去掌握的 有哪些东西呢 是我必须要去学的 对吧 这些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学的 啊 好吧 但是这个 它并不是很密集啊 OK 人一说就是这玩意 是一个亲民上河图 对吧 这么吓人啊 那我怎么学 才能把这东西学会啊 实际上 这些东西 你不用学很久啊 对吧 也没有你们想象的 那么吓人啊 你看这个部分 对吧 每一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一个月 这个部分一个月 啊 不对 这个部分一点五个月啊 就一个半月 然后这个地方一个半月 啊 总共加起来四个月时间 就能学完 对吧 四个月时间就能学完 那有同学可能就会说了 哎 四个月学完啊 那岂不是就是说我老师 我四个月学完以后 就能够达到预入过万了 哎 并不是啊 对吧 在你把这里面的技术掌握以后 啊 把这里面的技术给掌握以后 那么如果你是自己去学 所以啊 如果你是自己去学 学完之后啊 这个不一定有渠道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些渠道 比如说在b站啊 在抖音啊 在一些什么小文书上面啊 去找一些渠道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首先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 那四个月你不一定能学会 对吧 四个月你不一定能学好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就按照如果你是跟着我们去学的 这个方式去代入 好吧 假设你是跟着我们学 啊 那么就那么四个月时间 把这里面的内容学完 啊 学完了之后呢 对吧 那我们会提供啊 就是第二个点 对吧 渠道啊 我们就把这个去掉啊 渠道 那渠道从哪里来呢 对吧 首先我们说啊 在我们这边学 我们会提供兼职渠道 啊 就是这个外包群 对吧 就是这个外包群 我们会提供兼职渠道 然后提供到这里 哎 刚刚又来一个 我 刚刚又发了一个外包 就是 前一秒钟啊 就是前一秒钟 预算的话可以自己去谈啊 对 预算是自己去谈 还可以啊 还可以 刚发的 好吧 就是说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 你学完以后 对吧 首先 你前期啊 你前期 学完 可以 到 我们的 外包群 去 接一些 兼职外包 ok 去接一些兼职外包 这个的话可以给你干什么呢 对吧 可以给你做什么呢 可以给你啊 减轻 学费 压力 明白 然后呢 顺便让你有一点点零用钱 对吧 就比如说一个月呢 多个几百块钱的零用钱 明白吧 可以让你一个月多个几百块钱的零用钱 就这么的意思 明白 就是在我们这个外包群里面去接 如果说啊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月入 几千块 对吧 甚至上万 对不对 上万之类的 你一定得有自己的渠道 那这个渠道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对吧 你可以去找这个计算机 我可以给你们录啊 对吧 你们可以自己去摸索 对不对 计算机专业的一些 一些学弟啊 对吧 或者说学长啊 或者说同学 对吧 找一些计算机专业的一些在校生 对吧 如果没有你就自己去发展 对吧 让你的这个亲戚啊 或者说让你的这个弟弟啊表妹啊 对不对 去找一些你的 找一些他的同学 对吧 专门就是这个计算机专业的 你可以这样去发展自己的外包渠道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啊 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 对吧 你就帮他们干嘛啊 找他们干嘛呢 找他们帮忙 对吧 就帮他们做币设 对吧 帮他们做币设 明白吧 能懂我意思吗 100一个 难度大的 300一个 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一旦到那种毕业季 一旦到那种什么课程 要做什么课程设计的时候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绝必赚钱 而且他年年都有 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玩意年年都有 所以说值钱的是啥 值钱的是你有渠道 对不对 当然技术是必须的 对吧 技术是这个基础嘛 对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哪怕有这个外包 人家你拿到手里 人家也不会信你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这个 非常非常的棒 对吧 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其他渠道吗 当然是有的 对吧 当然是有的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你去一些这个抖音 对吧 或者说呢 这个小红书 对吧 或者说小红书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抖音可能还有点难受 对吧 小红书是非常OK的 可以爬股票吗 可以爬啊 好吧 然后就是除了这个小红书以外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嗯 比如说这个闲鱼 对吧 甚至你是做一个淘宝店铺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去接的一些渠道 能懂我意思吧 甚至你未来去发展成为自己的一个自由 自由职业也是可以的 啊 闲鱼发了一个 嗯 有很多的淘宝店铺是做这个的 很多的淘宝店铺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 还有没有我想一下 还有就是你觉得差不多了以后 你可以自己去搭建一个 搭建一个自己的网站 或者说去一些外包平台啊 对吧 去一些外包平台啊 对吧 一些发外包的一些平台 在那里面去做一些打手 这个也是可以的 能爬股票啊 能爬啊 嗯 好这是接外包的一些渠道吧 好吧 这是关于兼职啊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的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工作啊 工作的话我就不讲了 好吧 我看一看 没有没有几个同学是想要工作的 嗯 然后如果就是想要工作同学 想要工作 学完之后啊 去工作的同学啊 可以自行 去找咱们的一个进行老师 去了解 好吧 这个右上角啊 好吧 可以自行去找他去了解 可以吧 OK 啊 就业我就不怎么多讲了 好吧 工资确实还可以啊 就是你从事这方面 你把这方面 就是工作的话你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图上所有内容啊 这个图上的所有内容 对吧 兼职的话呢是学一半啊 然后J的话呢是所有都学 对吧 那当然了相对应的如果你是跟着我们去学的话 呃 学费什么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你是兼职的话呢 那学费肯定会更便宜一些 因为内容就本身就更少一些啊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啊 关于说如果你去呃 呃做坚持对吧 你要去学的东西啊 呃 就大概说老师对吧 我要学多久 对不对 或者说我要怎么学 对吧 我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时间 对不对 啊首先呢我们的一个教学是这样的 呃 教学的话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课都是在腾讯各堂直播授课啊 对吧 所有的课都是在腾讯各堂直播授课 然后呢是这个每 因为我们上课的一个模式呢是这种啊 直播加录播加课后一对一 对吧 然后再加上每几个的作业啊 还有考核啊 啊等等等等 首先我们直播直播教学的一个时间呢是 每周的一个一三五或者二四六 晚上的一个八到十点钟啊 直播授课 这是我们的一个上时间 呃也就基本上代表着说如果你是要去学习的话 对吧如果你是要去学习的话 这个时间段内一般一般你都是有空的 对不对 一般你都是有时间的啊 对吧 都是自己的一个闲逾时间 对不对 课余的一个时间可以去做可以去学习 对吧 这是第一个点啊 直播学习 对吧一三五二四六晚八十 对吧 啊然后 当然呢有的人会说老师那万一我课后呢 对吧 课后如果说老师我一周只能 呃跟个一两次课或者说 对吧 啊 两三次课啊 其实一周我们就只有三节课 对吧 那如果说我一周可能只能听个一节课啊 或者两节课怎么办呢 对吧 没有关系啊 我们课后呢会有录播啊 课后会提供对应的一个录播学习 呃有的人就可能会说老师那如果我跟录播去学的话呢 那是不是学习效果会差一点啊 对不对 学习效果会不会差一点 对吧 呃 其实在你比较积极的情况下啊 在你积极学习的情况下 对吧 呃 没有区别 好吧 在你积极学习的情况下没有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质上课后就会提供这个一对一 解答辅导 对不对 我们说跟直播学习的效果好 好事好在哪里 能够直 能够直接去互动 对不对 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课堂上问 对吧 但如果说爱说老师我如果跟不上直播呢 没关系 课后对吧 你可以跟着我们 老师一对一去解答辅导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问我们吧 对吧 那如果说学习 说老师那万一我不积极呢 学习不积极 你学个毛啊 对吧 那你别学啊 对吧 学习如果你不积极 那你就别学啊 对吧 学习永远是需要主动的 如果你不主动 你需要有人逼着你学 那你别学 对吧 这个是实话啊 好吧 OK啊 这个是关于我们的学习 嗯